汽车用的喷油嘴是个简单的电磁阀 当电磁线圈通电时产生吸力 蒸阀被吸气 打开喷孔 燃油经蒸阀头部的轴针与喷孔之间的环形间隙高速喷出 形成雾状 利于燃烧充分 喷油器的驱动器由动力控制系统模块PCM里的一个晶体管及相应电路组成 它控制着喷油器的喷油动作 由于喷油嘴的拆卸非常麻烦 所以在检测喷油嘴时测量波形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常见的喷油嘴有饱和开关型 峰值保持型 脉冲宽度调制型 PMP型 每种喷油嘴信号的波形都不同 如图是一个峰值保持型喷油器的波形 信号从左边开始 一开始是12V的续电池电压 此时喷油器关闭 当打开喷油器时 控制模块对电路接地 此时电压保持在0V 直到电流达到限定值 控制模块将电流减小 引起磁场突变 产生类似点火线圈的电压峰值 下面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用试波器测量喷油嘴波形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宝马车G38喷油嘴汽油机的波形 来看一下这个波形 这边是这个烹油嘴正常的这个瓶子电压 然后启动以后 这边烹油嘴打开的时间 然后关闭烹油嘴以后 一个反弹电压 这边烹油嘴打开的时间